高铁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是高铁的大脑和中枢神经,能够保障高铁列车准点发车 安全运行,确保高铁路往高效有序运行,中国首次攻破这项高铁核心技术 有分析认为,中国高铁技术是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之一图源 BCG中国澎湃新闻网北京时间4月29日报道 近日,由中国通号研发的全球首套时速350公里高铁自动驾驶系统C3APO顺利完成实验室测试,即将进入现场试验 分析认为,这标渡着中国高铁智能化运营水平领跑全球,即将迎来自动驾驶时代 据悉,长期以来,世界上只有德国、法国、日本等少数国家掌握这项技术 一度成为各国发展高铁的瓶颈 有报道指出,中国高铁紧随一带一路普惠全球 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事实 高铁缩短了时空距离,带动了经济发展 高铁效应已成为全球共识、共商、共建、共享是中国方案 中国铁路积极向全球分享中国高铁成果 雅万高铁、中老铁路、蒙内铁路等一批合作样板 不仅为当地带来便捷的交通,发展了区域经济 更促进了国与国、地区与地区间的务实合作 中国高铁实实在在为全球带来了实惠 在与此同时,一直有中国高铁步行为掌握核心技术等观点在各处流传 甚至有声音称中国高铁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是最大痛点 实际上,中国高铁及其相关技术近年来一直引发全球多方关注 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部总监 公开表示,铁路发展正记录一个大时代 中国正成为全球的领导者,世界铁路的未来在中